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我们要找到自己的真我 见自己的真我心 八十心 世心 但是都是我们的核心里面发生作用的 都是我们的第九妙心 也就是我们的灵光的觉性 在第七意识的作用 在第八意识的作用 在第六意识的作用 在掩耳鼻舌的作用 只不过在作用的时候 前八十都有一个执着 第八意识为我 这样一个自私自利的染着心在里面 它就有了偏邪 有了自私的东西在里面 我喜欢红色的 我眼睛看到红色的我就高兴 我看到别的颜色我就不高兴 那个红色它是中性的 有什么高兴不高兴的 因为你的染污 你的阿赖野史中 你有这个 对这个红色的一个染污 有一个记忆体在 所以是你看到红的就欢喜 看到别的颜色不欢喜 这是什么 所以是八十都有染 那么但是中间发生作用的 都还是那个灵明觉性 这个真心在外面的八十中产生的作用 在第八阿赖野史 这个记忆库里的作用 在大脑左思右想的作用 在第六意识的观察 这个作用 在前五十中发生的识别的作用 这都是妙明真心的作用 只不过有染了形成八十 如果无染了就转成四致了 所以是本体还是那个清晰妙明真心 去染以后它就转成什么 转成我们的四致了 所以这个你要搞清楚 是核心都还是妙明真心的作用 至于说这个宝月轮 我们的第九真心 是不是宝月轮 这个第九真心是原成一心 是将虚空葬里面 就好像在大海里我们咬出一个月轮来 这么多的光来用 叫聚则成形 聚精会神 产生第九真意识的妙用 实际上它就是均虚空变法界的 虚空法界的本觉 没有区别的 只不过这个大你不能用 所以说我们聚则成形成神 而产生神用 神妙之用 所以这个道理你搞清楚 那么就它的本体来讲 它是近虚空变法界 无处不在的 那么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一个全体 压缩成局部的妙用 凝聚成局部的一个妙用 所以是这个宝月轮 它是个十相的 叫十相菩提心 十相菩提心是我们第九妙明真心 它产生真实的妙用 真实的妙用 里面无人无我 只有一片光明 那么第十顺便讲一下 第九是这 第十的真心是什么 真性是什么 第九的真心 只是把它圆成一个宝月轮 到第十的真性的 性一切 性一切者的 佛性的妙用 这个时候叫建小月明 你不能建这么大的一个月轮 你要建一个小明点 头发丝的百万分之一的 一个小光亮子 然后在这个亮子里面 变化里面的承载物 性一切者 我把它建成 弥勒净土 它就是弥勒净土 然后一个点里面是弥勒净土 整个虚空法界 都是同样的光子的 帝王珠的粘合 就像大海里的水 都是水分子的粘合 那这个时候 你看到的是汪洋大海 那么你当你成就了一个 小明点里的净土世界的建成之后 然后你就见到 整个虚空法界 都是极乐世界 都是净土世界 这就是我们修本尊法的时候 让大家观 你所在的房间 所在的国土 都是极乐世界 是这样的映现出来的 所以明心之后还要见性 见性才能性一切者 才能改变 才能心造 所以你如果不能见性 你不能从这一个小点上改变 你从这个种子上不能改变 你就不能够整体改变 所以这叫见性的功夫 那么心和性 它都有个共同的特点 就是空性光明无我 这是它的特点 也就是第九真心 第十的真性 如来性 它都是空性的 都是空性的 那么空性之中 聚成一心 还有一个心在 那么这是什么 这就是第九 它还有一个心在 到第十的时候 因为这是一个小明点 然后整个的所有虚空法界 都是明点组合 它就没有心了 没有心了 就近虚空变法界 就空性圆满了 有心还空性不圆满 是空性是光明的 不圆满 因为还不能够周变法界 有性 近虚空变法界 都是帝王珠 都是水分子的 连接的汪洋大海 都是净土世界 这个时候就圆满广大了 这就是菩萨的境界了 有心还是阿罗汉的境界 它也是空性光明的 但是还有一个有 但是这是无为中的有 那么到第十的时候 无为中这个有也没有了 近虚空变法界了 融化了 最后融化到 妙有和真空不爱 随时转换就成佛了 就成佛的境界了 所以这里面还是有一些差别的